520新政府新团队 行政院长由终身代大师兄卓榮泰接任 卓榮泰在大选时就是团队当中的核心人物 深受赖清德的信任 善于共通协调 也能应对国会朝小野大的局面 那么至于副院长郑立军 更是团队当中的焦点 不但有民间智库背景 更能协助赖清德 破坏国家希望工程 未来也将在内阁团队当中 具体落实政策的执行 卓榮泰先生已经接受我的邀请 担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主任总统赖清德亲自宣布 未来的执政团队将由卓榮泰来领军 我们要发挥积极行动跟创新思维 打造一支行动创新的团队 担任先发隔魁 卓榮泰早已在牛棚暖身多时 早年跟着谢长廷出道 一路从议员立委竞选连任 无往不利 硬性交接 2018年民进党在地方大选中惨败 时任党主席的蔡英文请辞负责 当时党内中生代跨派系共同推举 由卓榮泰来接任党主席 奠定了他在党内大师兄的地位 跟他认识20几年 他算是我们中生代的大师兄 以现在立法院的政党的一个对抗 这么的一个激烈来看的话 那首发的行政院长 那我们当然是期待 以他那种比较温暖的人格特质 担任党魁期间 卓榮泰更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顶住压力以公正立场 处理蔡赖初选之争 更发挥灵活手腕从中折冲 最后促成党内最强组合蔡赖配 也正是经历这样的风波 让赖兴德看见卓榮泰身段柔软 却始终坚持捍卫理念和价值 他歌声超好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就是一个哥们 气氛比较好的时候 麦克风就被他抢走了 那歌声也是一流 所以是很接地气的 爱唱歌也拥有一副好歌喉 这是卓榮泰一路选拒以来 培养出另一种软实力 而富格奎人选 更是他亲自出面邀请 国家希望工程的规划 那卓院长说 你参与政策的规划 如果能够一起来落实 我想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同样是在赖兴德核心圈的郑立军 担任过文化部长 又回到民间经营智库 国家希望工程 就是郑立军和三大智库合作 为赖兴德部画出的国政蓝图 我想立军部长 不只是一个很有执行力 很有规划力 有远见的一个政策规划者 那同时我们在相处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很好的妈妈跟学姐 未来呢 我是希望他能够在新内阁里面 扮演这种青年看见未来重要的角色 具体落实国家希望工程 让爱好自由的郑立军 点头答应再度入阁 卓军配不只将贯彻赖金德意志 也立志成为最接地气的行政团队 和赖总统攜手开展新局 吸引到水智智智智晨 谢谢大家